美大博士中科院青年科学家说向上新级热争议,现场选手,这都给啊,没有了李红叶,向上有心人第三期还真的没有了什么看点。 不过,这一期节目也是有所争议的,比如,女向生演员都被淘汰了,但是,来自台湾的金铁宇却近期了,她的搭档是德云社的刘哲,也就是郭德刚曾经的大徒弟严云达的搭档。 也因为如此,郭德刚遭到了吐槽,认为吉天宇和德云社刘哲大道才过了关,吉天宇之前还和张鱼雷有过合作,这是郭德刚的人情。 事实上,吉天宇和刘哲是在张国立那一组,吉天宇有良好的师承,在台湾书向上也说了很多年,基本功也是比较扎实的,而且说的也是中规中矩的向上。 而其他一些女选手基本上没有向上基本功,只不过她们有一颗热爱向上的心,有一枪热爱向上的热血,但不能因为这个就给通过了。 所以,将郭德刚背锅,的确有些冤枉,还有的争议就是那些说富裕、口气、杂耍、模仿的向上,也统统被郭德刚淘汰了。 郭德刚也因此热来卑异,尤其是李红燕曾质问郭德刚,为什么就容不下这些新的向上形式。 不过不少网友支持郭德刚,认为这些个决门绝技,应该是参加达人秀、梦想秀,而非向上有心人。 当然,这位来自北大的博士、中科院的青年科学家,也被现场的选手叠死了。 当张国立把令台给他的时候,看台上的两个选手就直言,这都能过。 在他们看来,这个北大博士,技术层面不应该给,内容层面更别聊。 但张国立还是给了,张国立说,科技新国,文化自信。 北大博士在科普校上方面,还是可以有作为的,所以就给了牌子。 说实话,从普通观众角度看,这个北大博士的脱口秀,应该是不及格的。 没有铺垫,没有高潮,就好像是在讲故事。 如果放在郭德刚这一组,这个北大博士,中科院青年科学家,根本不可能晋级。 其实,能拿到张国立老师的令牌。 这位北大博士自己也感到比较意外。 当然,这一期节目还有一个草点就是,郭德刚这一组的十块令牌早早就发完了,还有十多个选手没有表演呢。 如果遇到更好的选手怎么办? 为此节目组制定了特别的规则,就是收回之前已经发出的令牌当中表现最不好的那一个。 这个规则也让李红叶狠狠地吐槽了一番。 李红叶认为这样的规则有些混乱,没有原则,对之前的选手不公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